各专家 开发者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浪潮数据的王成龙 我的搭档是来自天津大学的黎明博士 很高兴能够通过CoopCon大会的形式 跟大家分享我们浪潮云海 在云原生AI领域的思考和实践 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主要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K色舞 第二部分是我们浪潮云海基于K色舞的实践方案 第三部分是黎明博士给大家分享 我们研究设计的基于函数化弹性调度技术 加速大模型推理的优化方案 今年是K8S发展的十周年 在这十年里K8S已经成为云原生的事实标准 根据今年CNCF的调查报告 全球84%的用户在生产中使用 或者计划使用K8S 这更加巩固了K8S在云原生的技术地位 同时人工智能也在迅猛的发展 尤其是以拆的GPT为代表的AIGC 将人民对AI的期待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从云原生AI白皮书中我们能够看到 人工智能已经形成上云的趋势 越来越多的AI应用正在借助K8S强大的容器变排能力 来提高开发和部署的效率 容器和Severless技术将成为未来AI应用开发的主要平台 K8S作为K8S上的模型推理平台 成为简化和加速机器学习模型部署的主要工具 K8S最初是从Cubeflow项目中的KF7演变而来的 从架构图中我们能够看出 它的底层是基于K8S 然后对加速推理的设备进行统一的管理 中间层是Severless层 依托于KNITV 就是支持GPU的自动缩放 上层支持主流的机器学习框架 像PayTouch、TensorFlow等 总之K设备解决的就是 把训练后的模型怎么快速上线 提供服务的问题 简化AI模型的部署 我们快速的看一下K7S的Severless层 了解它是如何通过服务抽象 配置管理和流量路由实现无服务器的AR模型推理的 K7S主要是有两部分 上面部分的话是通过CRD自定义资源 Kfiguration来管理Diplomate的生命周期 每次修改Kfiguration都会生成一个新的Revision 这Revision它记录并对应着Diplomate的一个版本 所以KNITV是基于这种机制来实现灰度发布的 下面部分是通过一个root的这个CR资源 来定义流量的路由规则 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如何通过请求数来实现推理服务的能启动和GPU的自动弹性伸缩 KNITV是提供两种访问模式 一个是代理和一个是直连 当容器缩容到零之后 如果有推理请求时 这个时候是代理模式 就是请求先打到Activator组件 它会将请求进行缓存 同时再触发AutoScaler进行快速的扩容 之后再将缓存进行重转发 同时也会切换为直连模式 就是之后的流量就会直接请求到对应的POD 所以通过这种动态切换模式设计 既能在没有请求时节省资源 也能在有请求时快速的响应 我们再回到这个KS5 我们通过一个最直观的例子 来看一下KS5如何快速的部署AI推理服务 其实只需要三个部署 第一个的话是创建Inference Service的设压资源 指定模型的运行时 同时再指定模型的checkpoint的存储路径 之后再确定路由的地址 第三步的话就是执行退离请求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和架架图中我们能够看出 其实KS5就是在KNITO的基础上 又进行了一次抽象和封装 通过Inference这个CRD来实现AR服务的整个收命中期的管理 我们着重看一下这个Inference这个CRD资源 就是每一个Inference的话 它都是有多个组件组成的 包括预测器解释器和转换器 预测器就是这个系统的核心组件 负责实际的模型推理 解释器就是提供解释功能 主要是用于调试 转换器就是对输入的数据进行预处理 或者对输出的数据进行后处理 主要是可以执行一些数据清洗 或者格式转换的操作 我们能够看出来 就是通过这些组件的协同作用 然后它就能够确保数据平面 能够高效准确的执行推理任务 我们再看一下KS5的另一个大的优点 就是模型服务的调用协议 更加的标准化和统一化 我们在使用模型的时候 比如说像PayTouch或者是Tinshaw Flow 他们的协议都是不同的 像推理服务的协议 然后是KS5的话 它就是把这不同的推理模型的协议 进行了标准化和统一 所以使得跨系统的时候 能集成会更加方便 从而提升了模型推理的兼容性和灵活性 我们再看一下KS5的两个高级特性 一个是ModelMatch 我们知道KS5是原本的 刚才讲到的Inference Service 这个施压资源 是一个模型一个服务的模式 但是在部署大模型的情况下 会面临各种限制 像计算资源的限制 还有最大POD的限制 以及最大IP的限制 因此KS5提供了这种ModelMatch技术 就是一个POD之内 可以加载多个模型 然后这些模型可以共享GPU 由Match层来调度 转发推理请求 然后POD是负责模型的拉取 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另一个是机器学习推理系统 另一个就是这个推理图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机器模型推理系统 是越来越大 就是越来越复杂 它们通常是有多个模型组成 然后才能做出一个单一的预测 比如说像人脸识别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 在图像中定义人脸的区域 然后再计算人脸的特征 所以KS5的推理图就是 允许用户将多个机器学习模型 和处理步骤链接在一起 形成一个图形化的推理工作流 来简化复杂机器学习应用的部署和管理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部分 就是我们浪潮云海基于KS5的实践方案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浪潮云海的产品 浪潮云海云操作系统是我们浪潮面向四有云领域 自研的一套开放稳定安全的云平台软件 整体架架变成可继承可眼镜的理念 横向上各组件是灵活选配 不强绑定 纵向上是各层次间分层节五开放融合 我们转转看一下在浪潮云海的 AI平台的技术架构 我们平台的话是以容器为底座 构建于K8S集群之上 以K5作为Serverless的核心引擎 以K5为容器的那个为模型推理架构 就是支撑我们部门内部的多种AI业务的场景 我们内部的那个AI模型推理的生产流程 其实跟通用的是一样的 也是涵盖这么几个流程 一个是从数据准备 然后模型训练 还有微调 然后再到模型推理服务上线 这整个的管理 就是在推理阶段生成的结果 以及使用过程中收集的新数据 我们在相当于在回流到数据处理环节 形成一个自我增强的闭环 就是主要是为了推动模型的优化和迭代 我们内部使用的这个AI模型推理服务上云的话 我这边是将这个过程拆解了这么简单几步 主要是为了就是将导出的 我们这边是主要是将导出的这个推理数据 也就是checkpoint存储到我们浪潮的分布式文件系统里 我们是以这个PVC的形式进行统一的数据管理 首先是先创建PVC 然后再创建POD来访问这个PVC 然后将模型存储到这个我们这个持有券上 然后我们会基于K-SERV提供的 这个自定义REST的SERVIN RENTUM模型 然后我们基于这个自定义的SERVIN RENTUM 然后再部署一个新的推理服务 之后再运行推理请求 所以通过这一系列的步骤 确保了模型可以顺利的在我们这个浪潮云海云端环境中能够运行 满足我们这个实际业务需求 但是在这个模型推理服务上云和使用的过程中 我们也我们团队也遇到了多个技术挑战 第一个挑战就是模型镜像大 拉取时间长影响AR模型启动速度 其实这个问题在社区中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了 因为就是在之前的库博库大会上也有多次分享 就是我们也是引用了社区的方案 就是引入波罗伊德 就是开源的K8S分布置数据编排和加速引擎这个科研项目 然后与K4五相结合 通过它的那个数据预热的分布式缓存加速模型 加载流程提升能启动速度 另一个是通过数据复用 然后多个任务能够共享数据缓存来减少网络消耗 第二个挑战是高频发场景下推理存在延迟 影响服务的响应时间 我们在推理服务在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用户数量可能不是很多 但是之后随着内部的内部的开发人员在用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如果是请求量过大的时候 或者是一下子高频发场景的话 服务的响应时间会延长 就是所以说我们这块的话是 一个是参照了K4五提供的一个思路 就是它这边会提供一个搬设组件 就是它的这个组件会将多个推理请求 合并为一个单的批处理 然后从而优化推出量和延迟 另一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些对那个K9提供 做了一些那个参数调优 就是相当于让它能够快速的能够扩容 来加快处理速度 通过这种 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就是在高频发场景下 特别有用 可以那个显著提升系统的整体性能 第三个挑战就是我们发现在模型推理过程中 传输的KV缓存数据能够达到JB级别 通信开销特别高 针对这个挑战 我们团队的内部的话是基于SROV和容器断网卡技术 就是为容器提供RDMA和标准的K8S网络的双重能力 就是在原先K8S提供的网络的基础上 我们在引入RDMA在容器中使用 就通过这个RDMA这种高性能的通信技术 来加速模型推理中的高速QV缓存迁移 来避免网络协议的高开销 这种能够有效解决通信的销流问题 第四个挑战也是我们着重研究的 就是K8S的集中式控制平面 无法实现对大规模突发请求的秒级享用 针对这个问题的具体设计和细节 我们邀请黎明博士给大家做介绍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天津大学的博士生李一鸣 下面介绍一下就是我们针对这方面做的一些研究 首先就是现在拆的GPT 它的负载就是可以观察到 是呈现一种高动态的负载这种特性的 这是目前一些开源的情况 然后第一就是高波动 就是说它的负载就是在风骨比最高可以达到200倍以上 然后第二个就是高突发 就是它的那个请求就是翻倍的那种情况 在短时间内会发生很多次 但是就是在实际在Sowerless的情况 Sowerless整个的这个系统之中呢 就是扩容的一个情况 其实发生的是非常稀疏的 就是在微软的trace里面 是90%的时间是没有扩容的发生 然后在一个私有的一个函数服务之中呢 86%的时间也是没有扩容时间的 所以说就是本身一个这个扩容非常稀疏 如果说我们投入大量资源 就是去负责这个扩容的情况的话 其实是很那个没有性价比的 现有的就是Kubernetes的这种 采用的这种集中式的一个架构去做这个调度嘛 然后随着就每秒钟这个并发量的一个提升 就这个计算的一个开销 以及这个通信的一个开销 这个就会不断的一个上升 然后所以说就会慢慢的会遇到一个吞吐的上限 因此呢就现有的很多就是工作嘛 就包括就提出了各种分布式的调度器 去解决这种情况 包括一些那个双层的架构 像什么Metros Yan还有Ator之类的 共享的一些状态调度器 像Omega 然后全分布式的调度器 就是Sparrow 还有自己向上的像Ria等等 这各种各样的就是分布式调度器 就是就尝试去解决 这个集中式的这个架构的问题 但是呢这些工作 他们有很多不足之处 首先就是他们只是解决了 这个调度器本身的瓶颈 就是在随着就是并发的进一步增长 就是其他的各种组件 它本身它的瓶颈也会发生一个转移 像扩容决策啊 服务发现啊 他们都会成为一个新的瓶颈 第二呢就是集群资源紧张的时候 调度能力会大幅下降 就是当比如说某个节点 它资源比较紧张的时候 你分布出调度器 他们同时进行调度 这个冲突的情况 就是发生的会比较多 然后同时你这个失败的处理的话 也是比较低效的 第三就是由于负载本身是波动性比较大的 如果说我们就静态的去配置一个 就是静态的一个控制平面的配置的话 就如果我们给的资源过多 就会造成浪费 资源过少的话 也会还是会同样遇到个瓶颈 这个静态的配置的话 是很难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应对的 所以说我们的解决方案呢 就是做一个函数化的一个控制平面 我们直接把控制平面本身 做一个serialize化 就是这样把它们结合成一个可扩展的控制函数之后呢 就根据请求的负载 我们就可以动态的去调整 每个控制函数的实力的数量 就以此就可以很好的去应对这个波动的一个负载 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需要面临的三个挑战 第一就是我们如何去把控制平面 结合成就是控制函数 第二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如何去确保这个函数实力的快速调度 第三就是我们这个各个控制函数 如何去做一个高效的扩缩容 我们主要 我们的控制平面的话 主要还是有三层 最顶层的话 是有一个就是顶层的控制平面 它会去控制下面的这个协调 控制下面的这个函数化的一个控制平面 然后这个函数化的控制平面 它再去调度下层 就是各个函数实力所在的一个数据面 首先第一个挑战 就是我们的控制函数 在这里的话我们控制函数 控制平面的控制函数主要有三个 第一个是dispatch函数 它主要负责说我们把各个请求 录入到我们实际所用的可用实力 当没有可用实力的时候 它就会去提交一个扩容的情况 然后第二呢 就是schedule函数 schedule函数的话 就是当它发现这个扩容的那个请求的时候 它就会进行一个实际的调度 然后最后有classmanage函数 它会去负责就是同步各个节点的一个状态 在控制函数呢 它主要是要去解决两个瓶颈 一个计算 一个通信 计算上呢 就是我们就可以通过扩容的情况 然后去 每个组件可以单独扩容 去提高这个吞吐 然后通信上呢 主要有两方面的设计 一个是我们在各个模块 控制函数的模块之间 他们需要去做一个 就连接的缓存 这样的话 他们可以实现一个比较快速的通信 第二的话 我们就是把一个状态存储 就是从关键路径上移除 这样的话 它在扩容过程中 就不会有一个集中式的一个瓶颈 第二个挑战 就是如何我们去实现一个快速调度 就是分布式主件呢 它在那个调度器 它在并行角色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一个 就是冲突的问题 两个调度器 它可能同时往一个节点上去调度 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一个资源不够 就有个调度任务就去失败 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会去 比如像锐的话 它会把这个任务 重新抛给一个全局调度器 做一个全局的调度 然后像Spiral的话 它会去大量的去探测 相近的节点 然后再做一个请求的一个重调度 但这两个的话 都会引起一个比较大的开销 所以说呢 我们就做 对于这方面的话 就做了两点设计 一个是做一个动态分区 我们是把资源视图 相当于划分有多个分区嘛 每个分区会有一个单独的 就是调度的一个控制函数 它去进行管理 然后去尽量避免冲突 然后当如果说一个分区内 它的资源不足的时候 它也会去进行一个探测 只不过它探测的时候 只不用去探测每个节点 它只需要跟相邻的控制函数 进行一个可用资源的探测 和请求的一个迁移情况 同时呢 它每个控制函数内部 也会提前做一些缓存 然后去加速这个探测 最后一个 就是如何做控制平面的 一个灵活调整 目前的话 我们采用的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指标 就是系统每秒的一个扩容量 我们为每个扩容函数呢 就是每控制函数 都设置一个扩容的 就是一个村土的预值 在我们呢 就是那个进行过程中呢 Dispatch函数 它会去实时的 就是去统计当前自己的负载 然后把这个负载 提交给就是顶层的一个控制器 同时呢 就是每个控制函数 它在自己到达预值之后 它会主动的要求 就是申请扩容 然后最后 这所有的决策 都是由顶层控制器 进行统一进行的 然后避免就是 冗余的一个控制函数扩容 当我们决定去扩容 那个控制平面的时候 我们流程主要分为四步 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个 可用的节点 去启动新的一个 控制函数实力 第二的话 我们就这个函数实力 启动之后 他们就需要跟我们的 顶层控制器 去做一个那个 注册去交互 第三就是他们需要 当我们的那个 这个控制器实力 就是发生改变之后 就整个实力的一个分区情况 就要做一个重新的调整 最后的话 它就要使用从状态存储里面 就是获取已经缓存的状态 就是重新开始 我们这个整体的工作 就是当我们去调整 我们的控制平面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对我们的实力 进行重分区 这里主要有两个目标 一个是我们要分区之间 要保持平衡 就避免他们的 之间的负载 就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第二的话 就是我们调整的时候 最小化 试图的变更 这里我们就用了一个 那个汇合哈希的算法 它会去计算 所有的那个节点 与调度实力之间的一个哈希值 然后就把这个节点分配给 那个哈希值最大的一个调度实力 这样的话 在当那个调度实力 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只需要更新 那些最大哈希值 所变动的那些节点 所在的分区 这样就比如说图中 就是当我们产生一个新的 那个调度实力 SF4的时候 只有NR这个节点 它的那个试图 需要更新一下 我们在一个210个节点 组成的集群 对比了一下 Kiniti 瓦 SF4 瑞 ATO 这些不同的一些 那个系统 然后呢 就是又做了一些简单的实验 就是整体性能上 我们调度延迟 相比于已有的系统 可以降低80%多以上 然后系统吞吐的话 提升1.2倍到29.3倍 就是根据我们的实验结果的话 我们每秒就是 最多可以拓展3万个 就是这里只是调度 就是本身还没有到那个 涉及到那个实力本身的启动 因为它本身实力启动时间 会更长一些 就是调度本身的话 现在已经可以支持 秒级就是上万的 一个实力的调度 我们进一步 就是测试了一下 我们就是各个设计 对于我们这个 整个的一个调度性能的 一个就是影响情况 就是首先是 我们把控制函数进行扩容 是可以最显著的 降低我们的调度延迟 我们进一步的 就是把这个 去建立 这个控制函数之间的一个连接的话 可以进一步降低 就38.7%到78.7%的 那个一个 调度延迟的 调度延迟 然后我们 对于各个控制函数之上 就是加了一些探测缓存的话 可以很显著的减少 这个探测次数 进而大大降低 我们的探测开销 在开销方面的话 就是我们 这个调度开销 它其实是根据实力的数量 然后已有扩容的数量 以及机群大小 都会做一个很显著的影响 然后在扩容每个调度函数的时候 它的从分配的开销呢 大概是在那个 最少也是30毫秒以上 OK 接下来就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在推理内部做的一些通信仪化吧 就是大家都知道 就大模型 它本身是一个自回归的模型嘛 就是我们 根据我们输入的情况 他们输入的新Token 他们会生成新的Token 把新的Token再作为输入 然后再去不停地做推理 一直等到那个生成终止服 然后它才会 结束整个的一个情况 然后整个阶段呢 就是分为Prefail和Decode的两个阶段嘛 Prefail就是 刚才推理的初始阶段 然后它需要去 并行地处理我们输入的所有的Token 然后生成第一个Token 因为它这个阶段呢 它是计算密集型的 它需要并行地处理所有的Token 第二个阶段呢 就Decode阶段 这个阶段呢 它其实每一轮只需要 迭代的生成一个新的Token 然后它依赖的状态 依赖之前所有 那个迭代轮次的输出状态 这个阶段的话 主要是一个仿存密集型的 实际上在每轮迭代过程中吧 就是主要涉及的计算 就是QKV这三个矩阵 就是这个是这个自注意力模型里面 然后就如图所示 这里面的话 就是这个浅色部分 就可以看到 就是QKV这三个矩阵 实际在计算过程中呢 就K和V这两个矩阵 绝大部分都是 就是它这个矩阵 这大部分都是可以被复用的 每一轮只需要去计算 很少一部分新的张量 所以说呢 现在大家就是 就是把K矩阵和V矩阵 都会保存下来嘛 然后就可以节省很多一些 避免一些冗余的一些计算 但是就是现在 prefail和decode的阶段嘛 就是大家发现 就是如果说我们把 prefail和decode的阶段 把它合在一起 在同一个实力里面 进行处理的话 就会显著的降低 两个阶段的一个推理效率 所以说现在一个比较 非常主流的方案 就是说我们把 prefail和decode的 进行一个捷偶 就是我每一个实力 它要不只负责prefail 要不只负责decode的 然后在两个实力之间 我们就对kvcache 做一个比较 做一个迁移 然而就是kvcache本身 它太大了 就是随着就是kvcache的 就是上下纹长度的 不能增加嘛 就是kvcache它的体积 就成一个线性 增加的一个情况 就是比如说 这个是Lama2 13B模型里面 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当我们这个 上下纹长度 这几百k上千k的时候 它的kvcache体积 可以有几百个几十 然后导致甚至是上百个g 这个时候 只要传输的话 这个开销是特别大的 因此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 基于rdma的kvcache直传技术 我们在每个节点上 都有一个那个控制引擎 这个控制引擎呢 它会负责 就是在各个实力之间 就是prefail和decode的实力之间 做一个就是kvcache的 一个那个转发 然后它还包括 去负责在实力之间 做就各个sorelize实力之间 做一个实联通道的一个建立 由于kvcache本身 它那个传输的 就是它大小不同 然后同时呢 就是我们建立直连通道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我们的 它同时 它这个engine呢 我们这个控制引擎 它会做一个传输方法的选择 它并不是一定 却都会走这个rdma 或者说走直传等等 目前虽然说 我们通过这个直连通道的话 可以实现实力之间的 一个比较快的一个直传 但是实际上 现在大家都知道 就是除了像现在英伟达 他们那个NVSwitch 这些技术之外 现在目前就是这个 传输kvcache的时候 其实是中间 冗余需要拷贝多次的 就是主要 就是数据副本需要有四个 就是从 需要我们先从本地的GPU 到本地的CPU 再从CPU再考到远端CPU 再从远端CPU 再考到远端的GPU 这中间其实有很多次的 一个冗余的传输 这也是我们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想着怎么去克服这些问题 这里简单就是在 我们用Lama370币 不同Copen大小的 做了一个性能对比 用RDNA之后 就是我们的性能可以加速 就是6到8倍 然后时间占比的话 也从那个20%多 30%多降低到7%以内 然后总延迟也降低了 20%到30%左右 就总结一下的话 就是我们主要解决的 就是现有SURLS的 就是这个推理 大模型推理这个调度 和KV开始传销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主要的一个方案 就是通过SURLS的一个弹性调度 以及RDNA直连通信 然后结果的话 就是我们扩容的调度的吞吐的话 可以提高29倍 然后传输的话 可以加速8倍 谢谢大家 有什么问题吗 您好 那边有个 他们那边有卖吗 那边有 你好 感谢分享 然后我有几个小问题 但主要是关于这个K-SERV相关的 行 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 有讲到Model Mesh 那Model Mesh在进行AI场景下 它有适用场景吗 Model Mesh有适用场景 但是我们内部还没有在生产中使用 只是有过一些demo在用 找一下 因为如果你同时要load那么多的大模型的话 它这种transform的 就是它这个容器实力的大小会不会太大了 对 你刚才说的 觉得有这个问题 因为如果用这种Model Mesh的话 可能用的模型 就是一些小的模型可能再会再用 你如果用大模型的话 在一个port里 它这个资源要用GPU的话 你这个可能配置要很高才可以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 你介绍说 就是你们在是用PVC来做模型的存储吗 就是你们模型是存在 是哪个 是怎么样去存模型的 是我们是用的话 就是我们用我们乱潮的一个分布式的文件存储 相当于是用这一块 就是分布式的文件存储是吧 对对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我看到好像是后面一张PPG上面有几样 那个模型的数据复用 可能简单的 可以深入的再讲一下怎么做数据复用吗 这一块其实主要就是用的 用的这个弗洛伊德这个科学组价 就是他这块的系统在 所以就是缓存 对对对对 本身的缓存的复用是吧 对对对 好的谢谢 您好 我有两个问题先问一下 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看你们优化后面优化那个 比如说库尔缩融的时候的那个调度时间 这个调度时间应该是在推理的那个时间里面 占比应该是偏少的吧 对确实是有这种情况 但是如果是扩充种这种 可能是一个是我们 我们内部的话用的是模型 并不是说所有的都是大模型 会有一些小的一个模型 这个时候的时候 他的推理的话 可能是并发数可能是会 要求会高一点 如果这样那种模型大的话 这个时间占比确实要更小 相对于这个用 因为这样的话 调度比如说可能耗个 一秒钟之类完成 但是他本身模型运行起来 到时候他可以接受推理你的API的时候 应该也光那个容器的运行 应该也要花个三五秒 对 刚才那个我们后面讲的这个 分布置调度 仅限于我们在用的时候 可能用的模型是小模型的情况下 这种并发性的话会比较好 因为它的时间会长一点 就占用时间 好谢谢 那第二个问题的话 就是说关于后面那个 KVCache的那个传输的那个部分 这部分的话 就是说你们现在的 规予的一个热点的构架的话 就是所谓的那个PD分离的状态 PD分离的状态下面的话 你们的那个KVCache的那个传输的话 从你们图上面看的话 应该是都是从GPU上面 swap到那个DRAN里面 然后再从DRAN里面 再到对面的CPU 为什么比如说Active的那个KVCache 没有走那个HBM到HBM的 那个集合通信呢 等一下我看 没太干得到您的问题 就是这个图上面来说 理论上面现在说 P节点到D节点之间的KVCache 如果说是Active的KVCache的话 理论上面可以HBM到HBM 直接集合通讯走 就类似于那个训练的时候 那个走参数面的方式 我走集合通讯 那个走P2CenterReceive 不应该会比较快吗 您说这个是吧 对现在我们其实是 在我们的场景下 其实就是我们是 这些实力之间 它们是完全独立的 一个Solarize的函数 Solarize函数完全就是 它之间其实是没有 因为这个就是P实力和D实力之间 它们可能会有一个动态的 一个那个变化 所以说我们不会说一开始 就预先把它们加入到 同一个通讯域里面 而是由我们的这个 就是Engine 它去就是做一个 就是在它们两个之间 就实力之间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 就是Solarize函数 它们每个都是函数 互相不感知的 然后我们的Engine 再去帮它们之间 去建立它们的那个一个 就是相当于通讯链接 这种方式不一定好 只是我们现在目前探索了一个 这种的话理论上面来说 比如因为类似于训练嘛 就是说大家现在机器上面 一般的和训练一样 都会每张卡都会配备 类似于RDMA的那个网口 所以说如果说像训练的时候 就走参数面 推理的时候 现在PT分离之后的话 依然也有类似于参数面的这种概念 那么说如果说全部由下面走RDMA 从CPU测绕一遍的话 那肯定时间会加大 您说的是得 您说的那个得基于一些 那个新的硬件吧 因为现在CPU和RDMA之间的 那个互动的话 应该就是比如说 我NCCL的话 它会自动感知下面的 那个参数面网络 所以说可以走RDMA 它内部已经帮你优化好 RDMA的那个路径了 对对对 现在我们对 您说的对 那个是我们现在只是说 针对我们上乘的那个Sowerline 就为了支撑这个弹性 目前是走了另外一条路 就是我们这个目前还在探索 您说的确实是 就是跟EU的那个 就是可能非Sowerline 场景之下 就不太一致 那也就是说 你们的那个网络上面 是由你们下面的那个Engine 它现在目前是负责的 就现在已经可以理解为 我们只是说 把这个Prefail和Decode 这些 就是 就是这些任务 就是放到了已有的那个Sowerline 函数之中 然后下面 由下面的这个Engine去接管 并没有说是跟 就是走您说的那个什么结合通信 就是像NCCL TCCL TACL 这些 没有没有用这些 那也就是说 你们相当于说 利用下面的Engine的话 形成了一个分布式的一个 对对对 开启池子 对对对 就是可能稍微牺牲一点 那个实验上的性能 对对对 那就是为了伸缩性 这个整的 OK 谢谢 感谢